年轻人唱着江汇的台语歌曲 好歌喉让一旁的阿公阿嬷们 笑得很开心 这里是淡水游车里的 银法俱乐部 每个礼拜二这里都会举办 银法共产的活动 我为了要庆祝母亲节 今年更是扩大办理 不但有来自台北海院的学生们 来陪伴长者们同乐 议员郑大利香 更是全程来陪伴长者 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因为这个礼拜六 是母亲节嘛 然后我们提前 帮我们里面的长者 做母亲节 所以我们今天 有海洋学院的人 一起来带动这些老人家 让他们快乐唱歌给他们听 他们在唱歌的时候 他们给他拍手鼓掌这样子 然后也谢谢 师傅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能够办此活动 也感谢大家人来共襄盛举 议员郑大利香 亲切的逐桌帮长者们夹菜 老人家们看起来都很开心 而立委无医生服务处 更是特地送上了康乃馨 让整个活动 充满了温暖的气氛 长者们表示 感谢礼拜公室的用心 以及民怠门的关心 让他们在这个佳节里 倍感温馨 地的邻居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共餐互动 联与 增进彼此之间 临与的一个感情 那我们都非常支持 在我们议员的这一方面 都会尽力的来支持 我们这个共餐的活动 让我们的里面都得到 非常幸福 温馨的家庭 已经参会了 新北市政府近年来 大力推动银法共餐运动 也获得了许多响应 而游车里选择在每个礼拜二 在游车活动中心举办 志工团队 无私的奉献 一年多来也获得了 许多长者居民的肯定 也让社区 充满了人情味 是的 陈伯伟 淡水采访不到